人才培育是推动新南向政策最重要的基石 教育新南向计划兼顾我国 以东协、济南亚国家人才交流双方需求 以以人为本、双向交流、资源共享作为核心的目标 强化教育、产业人力的交流跟合作 并结合新住民及其第二代的力量 提升台湾与东协、济南亚各国双边人才资源的互补跟合作 计划推动三大主轴 包括提供优质教育产业、专业人才双向培育 扩大双边青年学者及学子的交流 扩展双边教育合作平台 开拓与东协及南亚国家的实质教育交流 深化双方互动及联盟的关系 达成创造互利共赢的人才培育合作及区域经济发展的愿景 从106年启动新南向人才培育计划开始 来台大专校院留学的新南向伙伴国家 学生人数也逐年的成长 正式攻读学位的人数也从105年的21,800多人 逐年增加到108年已经到了36,000多人 增加的幅度达到64.85% 109年全球因为受到严重特殊传染肺病疫情的影响 教育部持续跟伙伴国家合作 在各国陆续采取边境管制的措施之下 全球移动力受限的情形下 教育部跟大专校院合作协助桥外生入境 并完成各项的检疫措施 来台留学的新南向学生不但没有减少 还增加到37,000多人 在疫情的期间 仍然也较108年成长了1200多人 在109年疫情期间 高教宣传也不曾中断 像是在越南办理了招生咨询 在印尼、马来西亚及菲律宾 参加线上高等交易展 总计有82所台湾大学、校院共同的参与 吸引了7万多名新南向国家的学生来参与 大幅提升我国高教的能见度跟口碑 教育部从107年开始建置 Study in Taiwan人才资料库 明两年举办全球留台决出校友奖的选拔 109年获奖校友中 国立台湾科技大学毕业 来自印尼、韦蒂亚、曼达拉天主教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 吴惠利 2018年获颁亚洲百大决出的科学家奖 也是亚洲女性投入理工研究领域的榜样 第一名获奖校友是国立中心大学毕业 马来西亚宾城州政府立法议会议长拿督刘子健 投身马国政坛20多年 积极推动台马两地经贸及教育合作 曾多次访台推动双边各式的交流合作 这些杰出的桥外校友积极协助推动双边的交流合作 是台湾优质高等教育的最佳代言人 更是支持我国跟各国交流合作的最重要的力量 教育部每年提供多项乔外生奖助学金 受奖生除了学业表现优异之外 更热心公益 积极参与文化交流活动 例如像就读国立中心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 印度籍的学生三迪亚参与教育部大手签销所的计划 向我国高中生来介绍印度 也在109年南投世界茶艺博览会 向台湾民众介绍印度奶茶 让大家更了解印度文化 是最佳台用文化大使 桑迪亚认为台湾是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 也鼓励更多的国际学生 选择台湾作为海外留学的据点 未来也规划继续在台湾攻读博士学位 受疫情影响教育部 除了设置中、英、越南、印尼多余服务 免付费净外申咨询服务专线 专人接听及时解答学生的问题 也与留台校友团体共同合作 以最适切符合学生需求的方式 来协助桥外申继续在台湾学业 政府也持续结合民间的力量 关怀从海外来台留学的外籍学生 让受疫情影响和生活困顿的外籍留学生 可以感受到家人般的温暖 支持他们继续学悦 完成留学台湾的梦想 教育部在疫情期间 持续推动教育新南向政策 对外行销我国优质的教育 吸引新南向国家学生来台留学或研习 并鼓励我国青年学生 赴新南向国家深度的历练 持续深化我国与新南向国家双向教育的交流 感谢观看